打開台鐵網站 現在網路訂票 新增實名制購票 台鐵首次推出的花東實名制車票 744個座位 一號上午6點開放訂票 半小時內就全數售完 民眾認同這項方案 但表示購票資格可以再討論 針對我們花東地區當然是很好 那那我聽 我是聽到線上是說 大概只有 只有一個人一票 那如果真的是有眷屬的話 可能還是不方便 民眾反映花東實名制車票 只針對身份證上UV開頭的民眾 但還有很多是遷居到台東 或是駕到台東 戶籍也設在花東的居民 因為身份證上不是UV 就無法使用 台鐵營業科視察劉雙火表示 需要和地方政府的護證系統 做資料整合 短時間內不會實施 其他非UV必要配偶 或者是說親屬 有很多非UV的一個情況 因為屬於要做人工的一個核對 那地方政府這些都可能要相互的配合 之後才能有辦法做得到 車票搶公益空為因應購票需求 台鐵也在十號十一號分別加開 台東往樹林 樹林往台東兩列次 二號凌晨零點開放購票 另外成功訂票的民眾 三號晚上六點前沒有取票 作業會議在四號上午六點到十二點重新釋出 記者南部打給臺北市採訪報導 紹介人手 相當 請坐